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舍弃佛法常犯 我们现代人常犯 舍弃佛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你像刚才那样把法宝给舍弃掉 那就是典型的了 这是地狱罪啊 你这样在佛经上白紫黑字跟你讲 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往舍西方极乐世界 在你忏悔清静之前 现在能忏你赶快忏 你不要以为忤逆 犯法舍法很容易忏 有的人终其一生忏不尽 这种罪业重到你一辈子很难忏悔清静的 你晓得吗 所以要尽你的余生的全心全意 来法罗忏悔 好好来弥补 我相信 如果你是真心诚意 诸佛菩萨一定会加持你 让你能够忏悔清静 所以当同修就跟他说 哎呀你有舍法 还要悔气散保 这个没有办法来受灌定 这同修心情不大好 心情是该不好 这比死了父母亲还严重的事情 心情怎么会好呢 对不对 这比听到天大的噩耗 还要严重的事情 你什么坏事做了 要忏悔 真心诚意去忏悔 像这种圆着三宝造罪的罪业 特别深重 你千万不能等闲事之 我们同修你想想看 你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朋友同学 邻居 同事 以前没有来道场之前 有没有犯过这些 毁谤佛教 毁谤上师 毁谤道场 有没有 如果有啊 他没有得法 没得到什么加持的 一边吃毒药 一边想要来进补 你怎么能承办呢 所以你也想 我希望我的父母亲 我的朋友来参加 可是他翻过这些 你要有善巧 你要有智慧 那才叫度人